5点43分欢迎回来 在1949年的太平轮沉默呢 被认为是东方的铁达尼号事件 当时太平轮上有上千人罹难 其中由澳洲军舰救起了34人 再加上呢 由周山群岛渔民所救起的没有记名的人数 总共生还的不到50人 很多幸存者回顾了这起63年前的往事 仍然哽咽落泪 1949年豪华客轮太平轮撞上渐渊号 这是两岸近代最大的船难 中国的铁达尼事件 船上千余人罹难 生还者不到50人 哪种残障啊 我看跟潘潘尼克好一样 真实一样 太残了 我属于不愿意谈 就是我觉得残壮 太厉害 太平轮撞船之后 并没有马上乘船 船长修正方向 全速往白杰山灯塔抢滩 奋力航行40分钟之后 海水冲破了高温锅炉 产生了大气暴 太平轮沉了 当时的生还者李树文 在他的脱险证词里这么描述 我与救生板全部落水 漂浮海面 随波逐流 目睹一片人头 及各式木板 四桌朝天方桌 行李卷等 人生嘈杂 妈呀 救命啊 阿弥陀佛耶稣救我 一片惨叫声 北纬30.37度 船难发生后 深夜11点45分 太平轮发出求救讯号 当时曾经有五艘轮船 经过白杰山的海域 但是他们并没有 对太平轮伸出援手 因为刚成不久 海面上全死人头 所有的海上的一片叫声 为什么 有点亮光啊 有个船来嘛 大家都叫嘛 救命啊 什么都来叫 救救命啊 结果它就过去 过去了海面上 一片油尽下来 我到现在为止不知道 那个船是哪样的 如果它要救的话 可以救上面很多人 那只船 我觉得它没有得 铁达尼号 你不要看那个 洛斯跟杰克 那个二十分钟在那边 残残绵绵 赚了多少人的眼泪 没有那一套 那个只有五分钟 旁边是个冰块 这个水接近凝绵度 大概就五分钟 你下去 你腿下到哪里 就冰到哪里 就麻到哪里 挨过爆炸 挨过了大浪 又挨过在冰水里 漂浮三个小时的幸存者 终于 在凌晨三点四十五分 出现的生机 澳洲海军前来搭救 救起三十四名生还者 也就是这些生还者 让太平伦的船难 到了今天 有了相对完整的历史图像 现在就有了相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